第三百六十八级 见到庄宇宁妇女 叶少阳安慰到 哪里都在下雨 放心吧 不可能是活一帮人做的怪 他们还没这么强的法力呢 能让这么大的范围下雨 可是 他们会不会趁着雨夜行动呢 上次也是 庄宇宁还有点担心 上次是猎头做怪 而且用了一具尸体骗走我 今天不一样 而且猎头也受伤了 放心吧 我在这绝对不会有事 在叶少阳的安慰下 庄宇宁妇女总算放些心来 各自回房间去睡觉了 叶少阳也回到了房间 点起了一支蜡烛 用来照亮 结果借着蜡烛的反光 看到窗台下面有一滩水 仔细看去 水中似乎还有脚印的痕迹 在房间里环顾了一周 目光落在了窗帘的后面 轻轻说道 出来吧 来都来了 还藏什么 窗帘一动 从后面走出一个人来 高高的个子 浓眉大眼 身上披着一件羽衣 手里抓着一串佛珠 不停地拨弄着 四宝法师 四宝抬头看了他一眼 笑了笑说 嘿嘿 怎么 你好像一点也不吃惊啊 叶少阳淡淡地说道 我早就知道是你了 啊 你怎么知道 从你坐在胡威的车上 不敢认我的时候 叶少阳说 但是你想知道什么 我最想知道 你究竟是谁 四宝点了点头 轻轻咳了一声 呃呃 我法号叫四宝 五台山记名僧人 我跟胡威是隔代的师兄弟 我师父入五台山之前 跟他爹陈二三一样 都是毛山北宗弟子 也干过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 后来皈依佛门 法名无身 你不信 可去五台山调查 我上次没有骗你 我下山的主要任务 是为了寻找阴血灵质 我来石城 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是无意中接触到胡威的 打了一架 看出对方法术相见 一问才知道 是同门师兄弟 我师父虽然顿入空门 但是也交了一些 毛山宗的法术 例如这一招 他把念珠挂在手腕上 双手合并 结了一个法印 两只手的食指相对 一道金光 在两只指尖浮现 毛山千指印 毛山南北二宗都有这法术 而且是内门法术 相信叶天师 对这个不陌生吧 对吧 叶少阳点了点头 听他继续往下说 从这之后 我就跟胡威一起混了 我本来以为 他只是卖活样的小鬼 坦白说 我这人贪财 觉得这玩意儿虽然不妥 但也不害人 良心也没什么亏欠 叶天师 你说我说的对吗 接着说你的 我不发表意见 叶少阳有点烦 他问个不停 我帮他干了一段时间 得到他的信任 慢慢我才知道 他也是做血羊的小鬼出手 这事我可就不干了 本来想找个机会弄了他的 也算是清理了门户 但这时我发现一个秘密 叶天师 你知道是什么吗 别问了 我怎么知道 说你的呗 叶少阳怒了 这家伙是佛门弟子 一点不假 说话这么啰嗦 简直就是唐僧转世 四宝也没生气 满条丝里的说 叶天师 你这么凶干什么 你想知道 我说给你听就是了 你要是不想知道 我肯定不会说 叶少阳打了个猎戒 差点没站住 四宝黑黑一笑 我跟你开玩笑呢 谁有功夫跟你开玩笑 叶少阳欲哭无泪 行了 你赶紧说吧 就当我求你了行吗 嘿嘿嘿 不开玩笑了 四宝干咳了两声 换了一副口吻说 接着说 我发现胡威这家伙 赚钱也不享受 全通过他那些客户的途径 换成了黄金 炼成金水 运到了山里 一个废弃的矿井里 最后灌入一个机关里 关于这个机关呢 我就不多说了 回头带你去现场看看 说到这 四宝的表情 也是凝重了起来 放低了声音 这个机关下面 有一个炼魂的阵法 中间凝炼着白衣人的元神 胡威用赚来的钱 换成金水 灌进了炼魂的阵法中 就是为了给这白衣人炼魂 等一等 四宝的话 深深震撼到了叶少阳 忍不住打断了他 问他 什么叫炼魂 白衣人到底是什么 这白衣人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听胡威说了 这白衣人没有灵神 元神不生不灭 不入凡尘 不坠地狱 不入凡尘 不坠地狱 叶少阳震惊到了极点 这他妈是什么 四宝接着说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他极厉害 但是当年跟一个比他厉害的人打过一架 元神几乎没面 胡威是怎么跟他勾搭上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胡威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帮他练魂 毛山北宗 非常擅长这些邪法 胡威的天赋也极高 也学到了北宗法术精髓 所以才能布置出这个阵法 其中需要的材料 说出来都不可思议 也有很多都是阴伤之物 胡威屡自走阴才凑齐的 不过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大量的金水 所以他在不断地出售古曼铜牟利 最近我去矿区看过了 这白衣人的元神 已经重塑的差不多了 现在大概恢复了七八成势力 而且胡威准备的金水 也足够了 我听胡威说 几天之后的鬼街当天 白衣人会利用当天 集圣的阴气 完成练魂 叶朝阳的心中一争 对啊 鬼街快到了 自己天天忙碌 倒是网着这个茶 当下定定地望着四宝说 他完全恢复之后 会怎么样 打开杀戒 四宝摇摇头 应该不会 他身上没有元气 而且从来就不杀人 不是不想 是不信 不然以他现在的实力 多少人也杀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他身上 能感受到一种高高在上的气息 可能跟他的来历有关 一页 内容 除了 闭嘴 明镜 词 闭嘴 北